先说回今天的即市走势 昨晚美股下跌,恒新指数高开55点,9点半期指做25,793 比昨晚四五中高166点,现费一开,内地股市做好,来人来险上升 科技股早短普遍先升后下跌 旗国股好坏参半期指跌了一阵,9点45分到25,651 这个全日低位,之后外围再度上升,科技股全线反弹 当中美团升势最厉害 旗国股有帮港交索和本地地产股慢慢上升 期指中后段单边向上,实际中期收到25,865 下午饭期间吉利公布业绩,下午回来股价急升 旗国股早短普遍做好,连值较弱的腾讯都向上夹了一阵 旗指早短上升,1.15分到25,954 这个全日高位,即是两尾期回落 科技股全线的沽盘又排过出来沽 当中腾讯曾经倒跌,旗国股也看不到哪只可以撑着市 旗指单边慢慢向下,实际中期收到25,762 说明天的个人即时策略 先讲个市,外围隔夜变动不大 香港回来早段先跌后回升 早段低位比昨天高100点左右 之后个股整体都不错 升至下午只夹多了一阵 同期比较弱的腾讯竟然有更性 但随着美期回落,科技股又再到山水 这个情况跟昨天差不多 期指虽然跌不算多,但跌足整整一个下午也没有反弹 这里明天最好裂口高开,否则裂口低就非常难找位置入 看图,今天有点像一个反向盘 加上一个收窄的三角形,袋爆边 今早很多个股升幅都不错 但期指26000也看不到 多个个股先高后低,大股今天消耗了反弹的动力 需要在短时间内站上26000之上 好友才有转机 否则短时间,假如收穿25500之下 不排除为加快大市下跌的可能性 明天即时见好仓25450加加50点见即时好仓 此时会开仓为100点 见淡仓为止25880加50点见即时好仓 此时会开仓为150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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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